Hello 我是Lucklucki PND是連續幾天都沒有新情報公開 變相這個星期都是罕有地沒有新Event 而醞釀了幾天的時間之後 直到今天終於有新事 在PND年度的超巨型盛事公開 是什麼呢?沒錯就是大感謝祭2022 而在發表之前是有三放送公開的 先看看如何說先阿E OK 先看看觀望 生放送時間是9月29日星期四的8時 香港時間是7時 而完結時間是未定的 變相我想是會很長時間 而當天情報會有什麼呢? 首先是大感謝祭情報 以及今後的開發情報 Course over 摳拉波情報等等等等都有 什麼都不要緊 見到摳拉波這三個字 我心都定一點 還有其他情報點公開發是未知的到時看一看 對於這次主持人只有三本字的一個人 三本Solo一人Show 雖然這刻個人也是少擔心 但無論如何都好 見到大感謝祭四個字 整件事一定是穩陣 畢竟PND以本家來說 每一年最大型的Event 應該只有兩個意義 一個是周年慶 而另一個就是大感謝祭 而個人甚至認為大感謝祭是更加更加大型的 此話何解呢? 假如去年未玩PND 即是全因為one piece合作而入PND的朋友呢 可以看一看上年大感謝祭2021年的檔 等等看看 考考古先 上年的大感謝祭PND 努力方面是非常豐富的 畢竟感謝祭顧名思義 是以感謝換家為主的 所以感謝的成份比以往高很多 首先有什麼呢? 等等上年的話首先是這個 超絕神埃10社機 最大50年無料 變相是mixmum 500社 但沒有記錯上年是有保底的 好像最少都有21年抽 所以故自然和美之極 我想今年是沒理由不搞的 因為這部機是沒人不歡迎的 再者PND Pass的朋友是送多10年抽的 OK 第二個是PND總選舉 上年是蛇女 光車 時龍契事 初龍換舌和10年龍是LINK TOP5 而下面還有新玩家一把寫 又是送寫時間 還有一些什麼event呢? 還有這個是送幣 送紀念幣來交換限定神 都是感謝祭必送的禮物之一 而上年是送了1 2 3 4 粒幣的 非常之正啊 4粒幣可以任選4個限定神 還有是Fever Gatchel 還有什麼呢? 運捲神Up OK 但還未完結 剛剛是12月而已 10月份是什麼呢? LOCK IN 100石 沒錯 感謝祭是感謝時間 派寫時間 今次是沒理由不派寫的 第二是十大reset 我想上年有今年不會沒有的 所以假如未選出有未... 即是未升1000Ranking的話 緊記快點升Ranking啦 總之總結來說 大感謝祭是送寫、派寫、送抽、送幣、送物 三本牙界是會搖身一邊變成這個送禮界 所以這段時間是非常熱鬧的 各位是不用怕沒東西玩啦 而個人認為今年更加大型都不頂啦 畢竟是十周年的感謝祭嘛 所以雙重雙氣立門之下呢 我個人預測呀 今年大感謝祭大概有幾個常駐event 第一,派石一定要啦 而上年派一百石 今年最少十周年最少二百石 神母好嗎?最少二百石 假如二百石都沒有是沒有誠意的 真心 畢竟大感謝祭的禮物是一年比一年的 所以今年跟回通脹鴉片 這個死人通脹呢 起碼送回二百石 假如不是連續三個月三部十尺機這樣來呢 我想玩家是很難保持下去的 而第二不用說啦 送抽十連龍是基本盤啦 但是抽一次又不夠後 我個人希望可以抽兩次啦 即是免費兩次五十連抽呢 那整個熱度是會加上很多的 還有這一部機也是引花回收機啦 假如小引花帶引花不夠的 這一部機是可以幫你不少啦 而第三個人認為是會有新限定神的 畢竟上年的感謝祭是狀戰潛艇系列 但今年的限定神系列是不多啦 我想是有機會出一隻 類似雙皮奶的限定神系列都不頂 到時可以看一看啦 畢竟看上年這個時候呢 是光車的誕生 當時的神級隊長啦 而再者送官杯這些不用說 問卷神粒也會有的 但感覺上今次有機會是十五石機 或者二十石機的問卷神粒 不知不解 個人感覺 好 除此之外 當天生放送都會有女英雄系列的 角色Event 情報之類 而合作方面 我想這個時間公開呢 即是吃回大感謝祭條水的話 應該都是大型合作來的 即是見不少人說龍珠 Jojo 火影這類的機會 個人都蠻期待蠻希望的 所以一切的情報 到時二十九號 星期四晚上七點鐘 就可以見證一下啦 好 今次的條片就到這裡 喜歡條片的希望給你按讚和訂閱我 我們下條片中 拜拜